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今年前10个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97个 总投资9,160亿元 重点聚焦高技术、能源、交通运输等领域 同时提前下达2025年度 以工代赠中央专项投资90.5亿元 支持地方实施以工代赠项目2000余个 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制定实施 在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方面 持续对地方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情况 进行排查清理 在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方面 将研究提出继续加力支持两新的政策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 11月、12月经济运行 有望延续10月份以来回升向好的态势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目前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 重大改革举措 重大工程项目 正在全面落地建效 将有力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